熊熊烈火吞噬了整片森林 整个天空都被浓烟笼罩 热浪来袭 法国西南部爆发野火 消防飞机不断投放灭火剂 当局也出动超过1000名消防人员对抗火势 但还是无法阻挡大火在强风之下不断蔓延 截至16日已经烧毁了将近1万公顷的林地 超过1.2万人被迫撤离 其中有民众在兵荒马乱之下将宠物留在家中 锦销16号原本计划护送民众返家救出宠物 却因为火势蔓延不得不取消行动 热浪持续在欧洲肆虐 西班牙近几天持续出现高达摄氏45.7度的异常高温 消防人员忙着扑灭大小灵火 葡萄牙则在连续多天40度高温之后 气温略有下降 让消防员终于能够喘口气 今年欧洲部分地区的野火季节比往年来的更早 主要是因为气候异常干燥 专家也警告随着气候变迁加剧 野火造成的灾情恐怕也只会越来越严重 欢迎新闻 林美轩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